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王继珍对阵法国选手亚里山大的比赛 王继珍身高1米76体重58公斤 本场比赛的时候王继珍宁宁才只有20岁 在前王继珍的战绩为三战三胜 而这个亚里山大曾获得法国全国冠军 在前亚里山大的战绩为八战四胜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容小失的 比赛的时候亚里山大马上接触王继珍的腿 想要将王继珍抱摔倒地 不过王继珍的防水动作也做得非常到位 并没有烂对手很快得逞 接下来亚里山大抓住机会 奋力将王继珍抱摔倒地 倒地后王继珍被亚里山大压在了身下 而后王继珍不算被亚里山大 以连续重拳重击了面部 接下来在面对亚里山大的重拳杂击 王继珍也在做着拼命的反抗 而后王继珍奋力站了起来 二者再次回到了战力对决 接下来王继珍抓住机会 将亚里山大抱摔倒地 倒地后王继珍将亚里山大压在了身下 偶后王继珍将亚里山大压在身下 就是重拳杂击 接下来在面对王继珍的凶猛攻势之下 这也让亚里山大根本无法招架 是回合零声救了亚里山大一次 第二回合开始后 王继珍突然开始爆发 这也让亚里山大有点措手不及 最终王继珍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看怕了 马上拉开王继珍 亚里山大也被王继珍这几拳直接打梦了 第二回合开始 仅仅才8秒的时间 王继珍就爆发将对手打梦KO了 只能说我国的王继珍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尼 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亮哥